2020 東京奧運本該是福島核災後 日本經濟強行爭 卻因為新冠肺炎肆虐 把計劃通通打亂 被迫延遲一年 依舊面臨填價虧損 停辦聲讓四起 東京奧運還是在變種病毒肆虐 以及緊急狀態下強制舉行 這趟日本至今 只有20%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種 凸顯當局抗疫緩慢 種種不利因素都是日本想避免的 就怕被半年後即將舉行 東京奧運的強勁對手 中國給比下去 北京屆時可能帶給全球跟東京奧運完全不同的體驗 因為中國聲稱疫情受到控制 北京當局信息滿滿 但在病毒消失前舉行大型國際運動賽事 風險還是一樣高 除了中國在疫情初期處理方式不當引發譴責 迫害香港人權等議題 成了國際社會杯葛北京冬奧的一大主因 只不過中日兩國從奧運賽場內 鬥到賽場外 已經比賽事本身還要精彩 三地新聞陳環報道